原标题 小女花不弃林依晨张彬彬甜蜜来袭 你们看了吗电视剧小女花不弃 由林依晨张彬彬领衔主演 该剧从播出到现在已经更新到 第十集不过小编 我还是认为更新的太慢了 完全满足不了我们这些剧迷的新的林依晨 之前主演的蓝灵王 也是收获了不少网友的好评 再加上 这也是他继蓝灵王之后的第一部古装剧 想必大家一定会支持了吧 而且剧中男主的饰演者张彬彬 也是被大家称为古装美男之一 这一次 这对CP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甜蜜乐恋呢 剧情也是非常的精彩 女主花不弃绅士的迷离 她与男主的虐恋传奇 也是小编我追剧的原因 所在指示这部剧是在每周的周二 周三 周四更新 一星期只更新六集真的不太够王 在最新更新的剧情中 世子终于同一王也把女主花不弃接近腹中 但是花不弃前脚刚进腹后脚 就被甘飞娘娘锁在了柴房里 这无疑是先给女主一个教训 但是我们的女主花不弃可不是一个认人欺负的拙 她利用柴房里的东西 直接上到了房顶后来 她一看下面那么高 瞬间就怂了 但是心思后悔身体却没有跟得上 您从上面栽了下来 更好碰巧的是 我们的世子刚好接住了女主编剧 说这又是一场策划好的英雄就美了 花不弃缓过来后 本来想着说句谢谢 一看是那个狗屁世子 就把原来的话收回去了后来男主打算离开 花不弃突然拉住世子的袖子 原来他饿了到现在还没吃东西 还祈求世子给他找点吃的世子一听他的话 瞬间感觉超级搞笑 还去默默花不弃的额头问他 是不是烧坏了前几天 自己还把他丢进了水里 后来又差点掐死 他他现在却要他给他找吃的 是不是有病啊 花不弃一听他不愿意 就威胁他说 如果他不给找吃的自己 就不去伺候王爷 狮子一听这话眼看就要动手了 花不弃瞬间就又怂了 还是自己去找吃的吧 但是我们的狮子呢 嘴上说不愿意身体 还是非常诚实的命令厨房的下人们都离开 还把糕点全都摆在了桌子上 这无疾就是帮助女主的吗 实话说世子 你是不是现在就喜欢上了花不弃呢 不过 看预告片这一对CP的恋情 好像还是挺虐的 再加上 现在男二号似乎还没有出来 不过小编还是支持原配 不知道你们对了 我好 就交不了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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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他 我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